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57章外来户 男人愣了愣 他是个外来户 来江浙的时间并不算长 他是属于那种万花丛中过的人 他在一个地方烈焰之后 就会换一个城市生存 虽然来江浙不久 但是他对江浙圈子里的事情了解的却很多 鼎鼎大名的云中仙子云茜 他又怎么可能会没有听说过 云中仙子 男人点点头道 看来我今天真的列错对象 那么 我现在可以带他走了吗 叶浩轩说 可以 不好意思 打扰了 花妹很干脆的让开了道路 叶浩轩辅着云茜 离开了会所 花妹看着叶浩轩和云茜离开的身影 她的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她走到了洗手间 拔了一个电话 沉声道 目标已经确定 开始撒网 正值寒冬 外面的天气很冷 一走出门 一阵凛冽的冷空气迎面扑来 天气预报说最近有强冷空气降临 全国将会有大范围降雨的可能 这一次的天气预报出奇的准 叶浩轩出来以后 他惊讶地发现 天空中真的飘起了雪花来 下雪了 云茜张开双臂 在漫天雪花中 缓缓地闭上双眼 一身乳白色大衣的云茜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看起来很漂亮 很有感觉 叶浩轩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半赏 他才憋出一句很大杀风景的话 你难道不冷吗 你这个人 懂不懂情调 云茜不由得瞪了 叶浩轩一眼 从酒吧里走出来 气温骤降 被冷风一吹 他的酒意反倒清醒了不少 其实他刚刚并没有真的喝醉 他只是借题发挥罢了 可惜的是 叶浩轩很坚决地没有上他的当 好好 我不懂情调你云大小姐懂好不好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陪我走走吧 云茜晃了晃 有些晕乎乎的脑袋 他感觉头有些疼 不过他现在还不想回去 你刚喝了酒 天又在下雪 走多了你会感冒的 叶浩轩说 但是他还是陪着云茜向前走去 我不常感冒的 云茜说 一年四季 基本上都不会吃药 偶尔有一点小问题 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越是身体好的人 病的时候越是严重 你还是小心点好 叶浩轩说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云茜看着叶浩轩说 不是 叶浩轩连忙摇头否认 你说个是 红红我难道会死吗 云茜有些生气地说 雪下得很大 地上很快就有些白了 路有些滑 穿了高跟鞋的云茜路 都走不稳 他只得双手抱住叶浩轩的手臂 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走去 你这样走路 明天脚一定会断的 叶浩轩看他垫着脚走路的样子 那你背着我背 云茜说 背不动 太重了 叶浩轩笑了笑 讨厌 又不胖 云茜捶了叶浩轩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传来了一条讯息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到 不出所料 苏家的老头子死了 真的死了 叶浩轩倒是吃了一惊 他今天才刚刚看过苏长河 虽然他的情况特殊 但是命不至死 叶浩轩打算把他治好以后 施点小手段 让他在床上躺着度过余生 可是一眨眼 人就死了 真的 以我对苏冰云的了解 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云茜说 他的野心很大 虽然苏长河对他很支持 但是这并满足不了他的野心 而且 苏长河已经老了 他的有些命令 未必能碎了苏冰云的心意 他觉得他现在的能力 已经完全可以掌控苏家 救会所有的局面 苏长河的命令 有些不得他心 所以 苏长河的死是早晚的事情 很毒辣的一个女人 我开始有些为薛红云悲哀了起来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而且 这女人玩得一手好计谋啊 一石二鸟 云茜说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叶浩轩问 薛家 云茜笑了笑道 苏长河一死 不仅他能完全掌控苏家 而且更能惊动京城的薛家 之前他和薛家联姻的事情 是苏长河去说的 而且苏长河和薛青山有种一拍即合的意思 再加上 苏家的江南一品 是薛家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清风的 两家的关系本来就不错 云茜踩着雪地上的雪花 接着说 现在苏长河一死 有种无人掌控局面的感觉 为了不让苏家受欺负 所以薛洪云和苏冰云的事情 恐怕会水到渠成了 玩得一手好心计啊 叶浩轩恍然大悟 他发觉 他和苏冰云还有云茜的想法比起来 还是有些太嫩了 这些女人们的想法有些时候很可怕啊 所以 这就是一时二鸟 呵呵 苏长河真的是调教出来一个好孙女啊 真不知道她在添有之的话 该喜还是该背 云茜摇头叹气道 该背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我今天才见过她 我知道 她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不然的话我提出来的条件 她也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惜 苏冰云的手段还是太狠了 不然的话苏家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恐怕我和苏无悔的事情 又要被迫了 云茜叹了一口气 她也认识到 放心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会想办法的 叶浩轩说 唉 我说 要不 我给你生个孩子吧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我都怀上你的人了 我不相信 苏无悔还能接受得鸟我 云茜说 别逗 叶浩轩苦笑 人家哪里逗了 人家是认真的 云茜有些忧怨地说 我做人真是做得失败透顶了 这样贴上去还被人嫌弃 真是 你该回去了 风雪越来越大 路上的车和行人基本上都没影了 任谁 也不会在这大雪纷飞的夜里压马路的 叶浩轩和苏冰云还真的是头一份 好吧 你夜大嫂也该回去了 不然的话 贵妃萧娘娘会生气的 云茜看了看时间道 我走了 有什么情况 我会第一时间找你的 好 叶浩轩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为云茜打开了车门 云茜钻入了车里 向叶浩轩挥挥手 要不我还是送你到家吧 你刚才喝酒了 叶浩轩犹豫了一下道 不用 我这么大的人了 会照顾自己了 我刚才只是想趁这酒瓶装醉睡你 可是你这混蛋竟然不上当 云茜忧愿地说 好吧 你还是快回去吧 到家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 叶浩轩笑道 走了 云茜挥挥手 关上了车门 出租车司机踩下油门 车子缓缓地向前驶去 由于天气不好 正在下着大雪 所以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行驶速度很慢 看着出租车上的时速表 司机开车的速度和平时的车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比平时还有些快 师傅 下雪天滑 你还是慢点开吧 云茜笑道 呵呵 没事的姑娘 我开出租车几十年了 就算是开得快 也比别人的稳 出租车司机呵呵笑道 还是小心点好 安全第一 云茜有意无意地问 师傅不是本地人吧 恩 不是的 我是外地的 虽然来这里 几十年了 但是外面的口音还是改不了 我一说话 客人们都知道 我不是本地人 出租车司机笑道 哦这样啊 云茜笑了笑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 给那混蛋发个短信 看看他坐上车了没有 刚才你男朋友吗 出租车司机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 云茜头也不抬地发出一个信息 然后悄悄地把手机塞到了车下面 出租车的窗子没有关延 司机按下车窗按钮 把车窗关延 就在他关延车窗的那一瞬间 从汽车的坐垫下冒出一股白气 云茜眼前一花 他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随即他的意识陷入了黑暗之中 叶浩轩回到住处的时候 萧海妹果然没有休息 他正在厨房里面忙活着 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吗 叶浩轩诧异地问 吃过了 不是在等你吗 外面天冷 喝点汤暖暖 萧海妹笑了笑 给叶浩轩盛了一碗汤 以后早点休息 我自己是医生 比谁都清楚 怎么照顾自己 叶浩轩笑了笑 那也不行 你自己照顾自己和我照顾 你根本就是两码子事 萧海妹微微一笑 把汤送到叶浩轩碗里 凑近叶浩轩一闻 然后不怀好意地说 我闻到一股酒味和摄香味 貌似是那位云家小姐身上的味道 你的鼻子是属狗的吗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这个女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敏 等等 她怎么知道云倩身上的摄香味 落落 我和她私下里见过的 这女人有些时候还是时时务的 萧海妹笑道 她想勾引你 但又爱着我的面子 所以 她和我的关系搞得很好 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叶浩轩简直哭笑不得 感谢书友韩戴尔潮流时装成 管理书友群 平时比较忙 多亏两位了 之前的书友群解散 是一念有些冲动 在这里 向掌月的徒子道歉 无意伤害到你 另外新的书友群已经建立 这里不方便公布 请到书友圈里面去看置顶的群号